这是一座天空之城,它由每天在地球上纵横交错的10万航班所组成,今天就走进这座空中城市,一睹其背后的全球网络和复杂的行李运输系统以及后勤保障,并去往地球上最极端寒冷的地方,探寻那些不断重塑着飞行方式的惊人技术和工程,航空燃油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处理和运输? 还有一大群厨师会为你准备食物,这些全都是难以置信的工程奇迹,首先行李是我们每个人长途旅行的必备物件,在最大型的飞机上让八吨重的行李和我们一起飞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甚至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想过,隐藏在行李背后的巨大机器和看不到的工人, 以及把我们的行李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的复杂网络,在迪拜机场,行李的处置表面上看起来和其他机场完全相同,但是这个机场接待的国际乘客比其他机场都要多,在早高峰的三个小时里,他们就会处理约五万个香包,以这种方式堆积,他们能够达到哈利法塔的高度,这可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迪拜机场每年会处理令人难以置信的五千七百万件行李,相当于一千一百个哈利法塔的高度,他们都需要经过机场,每件行李都需要在正确的时间送到正确的飞机上,但是无论你去往世界的哪个角落,所有手提箱都必须被贴上这个行李标签,这个标签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它是你的行李的护照。 有些标签的信息容易理解,包括乘客的名字,三位数的目的地机场代码,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印在每个行李牌上的十位数字,第一个数字确定了行李类型和优先级别,接下来的三个数字代表了飞行航线,最后六位数字是行李的独特识别码。 这个简单的调形码将决定手提箱检查后如何处置,它即将开启一个137公里的旅程,送往你所搭乘的飞机,机场下面24米的深处,是一个奇特的地下世界,是一个隐藏的高速轨道网络,其中的建筑花费约7亿美元,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行李系统。 然而你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任何行李搬运工,你的行李登记之后会滑入一个黄色的托盘,每个托盘都有一个独特的射频芯片编码,计算机会追踪哪个行李,落入了哪个托盘中,迪拜机场行李管理经理格雷姆·波洛克负责监管这个巨大的系统。 The Dubai Baggage System here at Terminal 3 is very efficient in terms of tracking, so when the tray is on the track system we have RFID readers, those readers will take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tray and will send a message to our baggage control room saying here I am,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tray, it will also tell the baggage system in which direction that tray should go to, we can track 100% of your bags, we track the trays as they go around the system, so we'll be able to identify exactly where that tray is and make sure it ends up at the correctly. 行李系统的计算机化大脑确切地知道每个行李在巨大网络中的走向,它了解行李到飞机的所有行踪,如果你的航班在一小时内起飞,计算机会把你的行李直接送到装卸区,但是对于提前到来的乘客,他们的行李就会出现在这里,它叫早到行李存储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暂时储存约16000件行李,这些早到的行李会被储存在货架系统的托盘里, 当系统识别到飞机即将起飞时,就会利用机械臂将行李从系统中取出,然后投放到主系统中,迪拜机场运送的大量行李意味着地下铁路不可以出现任何失误,和137公里的传送带系统不同,在控制室里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监控,系统操作员苏雷是八部负责确保行李的输送。 如果五分钟再解决不了,可能就要十分钟 直到彻底解决为止,只是版模仿了基本的交通灯警报系统,苏雷是需要时刻警惕红灯的出现,但是地面上的乘客对此却并不知情,2008年开始使用之后,迪拜的行李系统运送了近似意见行李,并且从未出现过任何故障。 虽然该技术如此先进,但在送向飞机的最后几米,这些行李仍然要依靠传统的人工搬运,没有这些自动行李系统,大型机场将无法处理每年需要运送的35亿件行李,你的行李被装上飞机后,你现在也即将登机了。 相信乘坐飞机的整套流程大家都清车熟路,从直击柜台到为行李贴标签,从打印登机牌到安检,从找到安检口再到登上飞机,但是如果回到开始,仔细审视其中的每一步,你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工程却没那么简单,一切都从你和行李进入机场开始,如今的机场变得如此巨大,所有的流程都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这里是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哈兹菲尔德杰克逊机场,在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它能够覆盖美国80%人口所在的区域,该机场每年的吞吐量超过一亿人次。 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一天就有多达30万名乘客,为了防止航站楼堵塞,从直击柜台到登机口,机场需要保持恒定的客流量,其中的关键在于设计,其实从标记、通道。 座位到柜台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用来控制乘客的移动。 机场设计大师吉姆哈丁帮助规划了亚特兰大国际航站楼的布局。 其中包括延伸上去又弯下来的灯,还有让你进出的地板设计。 在机场设计中使用这些指向性地板和灯光,让空间本身就能告知乘客该去哪里。 而标记仅仅起到辅助作用,标记使用的越多就越对客流起到减速作用,因为你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来观看标记。 因此亚特兰大机场尽量减少标记的使用,另外他们使用S型蛇星排队系统来减缓人流量的冲击。 这种蛇星线比多条单一的直线处理速度更快。 对于乘客来说还会遵循秩序,因为人只要处于不断的移动当中,就会减少因排队而停滞不前的那种焦虑和烦躁。 一旦经过直击柜台,通过安检并前往登机口时,亚特兰大机场还有更多的细节设计来帮助管理大量的乘客,使用移动走道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高速路。 不同的走道都以不同的速度前进,让所有的人有序地流动并阻止了交通堵塞现象的发生。 亚特兰大机场占地19平方公里,它是世界旅客转程量最大且最繁忙的机场,从直击柜台去往登机口就超过1.5公里。 如果乘客不得不步行前往,即便有移动走道的帮助,恐怕有些人也无法做到按时赶上飞机。 于是机场运输系统便应运而生,它在一条地下线路上运行。 这条线路连接了亚特兰大机场所有的主要航站楼,是将机场所有区域连接起来的中枢。 它有一个位于地下9米深的控制中心控制。 但是即使你被送到了登机口,这里仍然有隐藏的力量指引你最后登上飞机,通过改变地面的形态,从坚硬到柔软,从行走到坐下。 这样的细节设计也是现代机场所不可或缺的配置。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预测未来十年,像这样的出行高峰将在美国的大型机场变得十分普遍。 然而乘客间的拥挤只是让你的航班准备起飞的挑战之一。 你有没有想过在登机口,等待乘客的巨大飞机又是如何建造出来的呢? 飞机由近400万个零件构成,将它们组装到一起并非一世,其中最大的,也可以说是最具挑战的客机就是这一架。 它就是空中客车A380,从机舱中的每一个座位看,这和其他飞机没什么两样,只是在你靠近它时,它巨大的体型才凸显出来。 但是让这个现代工程奇迹飞上天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让你意想不到的是,它的制造地点却在一处偏远的小乡村,这里是法国西南部的日盟。 大部分事件里这里都非常宁静,但是每两周一次的午夜时分,道路却向普通车辆封锁,当地警察也开始巡逻,一个巨大的车队开始靠近。 这就像是某种隐秘的工业狂欢,运送过来的就是一架巨大A380的零件,飞机零件从这座小村子的狭窄街道上穿过,这是一次宏伟欧洲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 负责此次重大夜间护送的是空客运输负责人法编。 这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空,而是飞机前,我们有很大的预备,例如我们要离开街道, 如此大费周章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和建造花费巨大且难如登天,以至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冒险进行制造。 事实上A380也是由四个国家进行投资生产,它们分别是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作为回报。 它们都有权生产这款巨大飞机的零部件,其中机翼是从1500公里外的北威尔市运来的,机身是从同样距离的德国汉堡用船运来的,巨大的机尾则来自1900公里外的南斯贝斯的厂房。 所有这些零件都将被送往巨此几英里的目的地,这里就是法国图卢兹郊外的空客公司总装配厂,这里也是欧洲最大的定制工厂。 A380的零件聚集到此被组装成完整的飞机,组装时首先需要把飞机的巨大组件放置到巨大的装配架上,所有零件就位之后,工程师将使用非常低技术含量的方法,把它们固定在一起。 这就是手工卯接法,组装主管弗朗索瓦将负责飞机建造的这个阶段。 每个锚钉的安装都需要两个人来完成,飞机外面的人把锚钉放进去,飞机里面的人安装锚钉的钉帽,然后用工具拧紧,锚接法看似简单,而事实上是技术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出现任何细小的失误,飞机都有可能在空中撕裂,所以下次你再搭乘这种巨型飞机时, 别忘了它是被手动使用两万个锚钉固定在一起的,但是所有锚钉就位后,飞机仍然还只是一个空壳,下一步需要将空机身移动到另一个巨大的机库中,在这里飞机将安装上重要的系统,包括超过480千米的电线和线缆,灯光,仪表盘和座位等最后的零件,也会在飞机离开工厂前组装好。 每个航空公司都会选择自己的配置,图卢斯工厂的最后的大型工程,是安装为A380提供动力的4个巨大引擎,装好引擎后就变成了一架可以飞起来的飞机,每架空客A380都需要大约200万个公式来建造,机身长达73米,比6辆城市巴士还要长,一展可达近80米。 它使得所有其他客机都显得渺小,在9600万公里的预期寿命中,它将一直稳定地为你保驾护航,但是和其他飞机一样,如果缺少一样神奇的成分,这架飞机将寸步难行。 少了这样东西,整个空中城市将停滞并崩溃,它就是喷气机A1燃油,它是整个航空业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地提供数百万加仑的燃油,需要一个巨大的供应系统。 根特市比利市乡下的一个小镇,这里拥有欧洲最大的飞机燃油存储设备,欧洲的大量飞机燃油被送往机场的漫长旅程。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巨大的存储罐即将装满航空燃油,每个储存罐装有近1200万加仑燃油,这足以加满370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这听起来或许很多,但是事实上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因为这里有25个这样的巨大燃油罐,特殊操作经理法兰克罗尔斯负责监管这个巨大的设备,几天之后他需要用来自精炼厂的燃油装满这些储存罐,燃油需要100%纯净,才能供给飞机使用。 任何杂质都可能最终堵塞输油管,但是燃油被送到这里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纯净,净炼过程中留下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杂质,那就是水。 所以法兰克和他的团队需要进行彻底的清理。 水中的酵母和霉菌能够以飞机燃油中的碳氢化合物和其他营养物质为食,随着不断增长。 它们能形成颗粒,然后堵塞燃油过滤器并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了确保飞机燃油中没有霉菌,水分需要处理干净,水比燃油重,所以能够和燃油轻松分离,沉到储存罐的底部,并通过这些巨大的排水管道排走。 为了让水排干净,储存罐的底部必须非常干净,上次储存剩下的所有燃油都要清理掉,清理干净后就可以装入燃油了。 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该设施距离需要燃油的机场有数百英里,在公路上运输如此体积的燃油,有可能会造成混乱。 仅是根特每天就需要一个卡车车队来完成运输任务,如果把欧洲其他储存港口计算在内,额外增加的约30万辆车的贺载量,会使欧洲拥挤的高速路雪上加霜,解决办法就隐藏在地下。 这是一个名为CPS的隐藏网络,即中欧油管系统。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燃油管道。 没有这个系统,欧洲的飞机将少飞很多架次。 该系统由北约在上世纪50年代建造,专为冷战时期的基地提供燃料,这个总长4800公里的管道跨越了整个欧洲。 战争时期这个隐藏的燃油网络,为空中的军用飞机提供燃料。 如今众多国际机场和美国的一些机场,都是由CPS这样的管道提供燃油,包括科洛尼尔管道为亚特兰大机场。 罗利达勒姆机场和华盛顿多勒斯机场在内的美国一些最繁忙的机场输送燃油。 而CPS的燃油输送量比其他管道系统的输送量都大。 现在该系统每年能够输送大约24亿加轮。 这些燃油都被送到了一些欧洲最大的机场。 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是该系统最重要的客户之一。 该机场每年接待乘客约6000万人次,而大部分旅客并不知道他们脚下流动着巨大的燃油河流。 负责将燃油从管道输送进飞机的是加油站负责人刚特·汉斯。 他的团队每天会为约230架飞机加油。 今天上午最早停在这里的就是一架S380。 这架飞机将在45分钟后飞往迪拜,是时候开始加油了。 工作人员通过手动手柄控制燃油流入飞机,这个手柄的作用是在事故来临时,它能够迅速切断高压燃油。 在这个停满飞机的繁忙机场航站区,任何燃油泄漏都极其危险。 此次加油他们大约加了80吨燃油,相当于95000升,每分钟加注3500升。 加满飞机油箱需要半小时左右,其价值大约是28000美元,这听起来或许是一大笔钱。 但是和整个空中城市每年消耗的价值2260亿美元的燃油相比,这只能算九牛一毛。 刚特的团队在今天还要为另外229架飞机加油,他们会一直忙碌下去。 同样的场景还会在世界各地的机场循环反复上演,光是全美国的飞机每天能消耗6300万加仑燃油,提供所有这些燃油的全球供应链必须非常可靠。 输油管永远都不能干涸,当飞机加满油后或许还不能起飞,此时航班还缺少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 它就是令许多人感到畏惧的飞机灿。 为空中城市提供食物并非一事。 你看到过空城人员准备和提供食物,一切都是如此简单,就像一台运行良好的机器。 然而这些食物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每时每刻,空中都有上百万个机场陆路的乘客,这是一个有着巨大胃口的需求量。 全球空中城市的人口,每年能消耗掉11份热餐和沙拉,吞咽下超过20亿个蛋糕和馅饼,并饮用数十亿加仑红酒、水和软饮料。 这些食物足以满足德克萨斯州奥斯兵这种规模的城市的需求,将数百万份食物送入空中的准备工作。 黎明时分便在世界各地的机场开始了。 这里是迪拜机场的早上六点,一队卡车把空中旅行所需的一切运送了过来,四辆货车才能为一架巨型客机运送充足的食物。 而今天将有上千架飞机飞离迪拜国际机场,为大部分航班提供食物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餐饮工厂,而负责这一工厂的是餐饮服务副总裁邓肯戴维斯。 阿联酋航空公司共有1543种菜肴之多,并且他们每个月都会更换。 这个餐厅加工的大量食物显示了制作航空餐,所需要的大量食材和付出的努力。 行政主厨布鲁诺负责食物的订购,这个餐厅每小时能制作2500个冷盘。 冷菜厨房能在24小时制作出大约25万5000份食物,水果每天需要采购4吨,香蕉每天需要1000公斤。 餐前小点的硬嘴豆泥每天需要多达600公斤。 三个小时后,这些食物将被提供给1万米高空上的饥饿旅客。 这是一个每年运转365天的工厂,也是一个永不休息的厨房。 虽然迪拜比其他机场接待更多的国际乘客,但是这里生产的所有食物仅相当于整个空中城市所消耗食物的1%。 你甚至都不敢想象清洗盘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然而幸运的是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洗碗机,食物被送上了飞机后,你已经完成登记,放下行李,飞机也加满了油,一切就绪起飞在即。 这种每天为飞机起飞做好准备的工作,在世界各地要重复数千上万次,不论天气条件如何,起飞都必须完成得非常完美,但是在某些地方起飞却更加艰难。 西伯利亚的雅库斯克或许是世界上最难起飞的地方,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城市,这个偏远的地方,一年中有一半时间都被冰雪覆盖,航空又是这里的生命线,确保机场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开放极其重要。 今天的气温是零下47摄氏度,阿列克谢一流声和他的机场维护团队,负责确保飞机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飞行。 上午10点,从莫斯科驶来的航班刚刚降落,所有人迅速行动起来。 在这种极低的温度下,任何降落在雅库斯克的飞机处境都很危险,没有保护性的衣服。 处于户外的任何人都会很快出现失温,这架飞机的每个部件也同样脆弱,除非得到迅速有效的工程急救,否则它将无法起飞。 工作人员首先需要处置的就是轮胎,飞机的橡胶轮胎会很快又冷又脆,变得极不稳定,所以工作人员必须对飞机进行急救。 这就像用救生毯把人包裹起来,利用人体自身的热量来防止体温症的出现。 但是保护轮胎仅仅是第一步,这架飞机还需要进行热处理,它的巨大引擎处在危险之中,引擎的润滑油和飞机关键部件的冻结温度是零下40摄氏度,低于这个温度。 润滑油就开始固化,所有零件也开始冻结,今天的气温达到零下47摄氏度。 所以对于阿列克鞋来说,对时间的把握非常重要,他们需要迅速在飞机的多个部位使用加热管。 这是一种有高能加热器的特殊设备,在卡车上加工热空气。 然后使用管子把热空气输送到引擎最需要的地方,65摄氏度的热空气能使润滑油流动,并防止引擎被冻结。 此时飞机落地已经45分钟了,新乘客也已经开始登机了,飞往莫斯科的137航班即将起飞,在最后时刻才拿掉加热器和毯子。 此时飞机只有10分钟的时间飞离地面,否则就会被冻住无法起飞了。 到此阿列克鞋的团队还有34架飞机需要处理,最寒冷冬季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反复。 空中城市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我们从哪里出发,都得取决于这个关键时刻。 飞机每次起飞都是对重力的挑战,首先飞机需要提升速度。 机长驾驶500吨重的飞机在接下来的6秒提速至280公里每小时,四台引擎瞬间爆发。 它们将大量空气从涡轮液片间吸入,在和燃油混合并点燃之前,对其进行压缩。 从而使后面爆发的推力推动飞机前进,几秒钟后,这种推力将使飞机达到理想的起飞速度281公里每小时。 这也被称为第一速度,飞机加速时,速度的快速提升,能造成机翼周围空气的流动。 气流能形成一种叫做抬升力的效应,飞机速度越快,产生的抬升力就越大。 随后机长向后拉动测试驾驶杆,调整距离驾驶舱70米的飞机尾部升降舵的位置,这被称作旋转。 旋转操作利用升降舵迫使飞机机比提升,通过改变飞机的角度,机翼周围更多的空气被迫向下流动。 于是飞机的抬升力得到巨大的提高,一两秒之内,飞机就能轻松离开地面,至此将500名乘客安全地带上天空。